撐在手 酸著 我回來了 並不是我真正想拍的 我想要拍的內容其實在這三年啊我也思考很多 我不太想一直拍這些 不是我內心真的想要的內容 所以為此我也已經決定好 之後頻道未來的內容會是如何 快告訴大家你說了什麼 好 我說我說 撐在手 酸著 我回來了 沒有錯 這三年來呢 因為官司的問題 所以我一直在隱藏我這個興趣 因為大家知道如果我把這個興趣公開 很有可能新聞會亂寫我 當然新聞要怎麼寫我通常我是不會在意 然而呢 如果這個新聞內容會影響到法官的判決 那我就會開始在意了 所以其實這三年來 我有很多話 我都沒有老實地跟大眾說 對我來說 槍支從來不是一個邪惡的象徵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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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只是想要解開一般社會大眾對於槍支的誤解 如同當初大家對我的誤解一樣 以及如何正確且安全的使用槍支 以台灣現行的法規 我們能接觸到真槍的機會真的不多 但我們還是有一些選擇 比如說生存遊戲啊 飛把射擊啊 所以以後我的頻道內容 可能也會比較偏向那一類 你可能會好奇說 為什麼我們需要懂這些 我可以跟你解釋 台灣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 明明知道我們兩岸的危機 未來的某一天有可能會開戰 然而目前我們90%的老百姓 還是不知道如何安全及正確的使用槍支 政府某些人 甚至連生存遊戲 飛把射擊 都只會想要利益更多的法條 來限制他的發展 難不成以後我們真的打起戰來了 我們只能依靠外來的國家 來拯救我們嗎 然後我們就 像是一個沒有反抗的能力 等死就好了 是這樣子嗎 你可能又會說 唉 我們打仗機率太低了 不可能會打仗啊 但是這種話 你能確保在未來的10年 100年 甚至更久之後 都可以維持現狀嗎